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增定时切换明暗主题的功能等 对于用2K分辨率显示器玩游戏的玩家来说 是个不错的消息 国内方块平台今天开启了产品发布会 介绍了旧书之路 波西亚时光 苍龙城 仙剑旗下转7 河洛群下转等多款国产游戏的情报 其中波西亚时光宣布正式版将在今年10月 登陆PC PS4 Xbox One和NX平台 仙剑旗下转7确定采用虚幻4000打造 预计2019年下半年发售 腾讯于昨晚举办了一场 绝地求生国服生态交流会 邀请到了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十余家主流媒体 此前曾有消息爆出 绝地求生国服送审悲剧 看来腾讯这次要花大力气了 北美游戏三月NPT统计出炉 游戏方面 孤岛惊恐强势拿下第一 Xbox独占游戏《倒战之海》排在第二 PS独占游戏《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18》排在第三 硬件方面 PS依然是上个月最畅销的游戏主机 销量约35万台 排在第二的NS和第三的Xbox One都在30万台左右 北美游戏市场发展真是均衡啊 其他消息还有 Steam周三折扣更新 收获日二 荒野的召唤 帝国时代二 杀手六等都有不错的折扣 PC玩家专属福利 此前购买过黑暗之魂寿死版的玩家 可以以折扣价购入黑暗之魂重制版 PSM港服开启预购游戏或九周八的活动 玩乐底特律成为人类十万版感觉还不错的话 不要错过这次预购的机会哦 NS日服开启了卡普空折扣场 怪物猎人Double Cross 收获一记启示录等不在出销中 感兴趣的玩家不要错过 实况足球2018宣布 将在5月加入Xbox游戏通信证全家童 其他几包游戏将在晚些时候公布 另外今天微软Xbox的两位高管确认离职 一个是Xbox市场营销主管 一个是Xbox大中华区主管鲜伟先生 微软不少部门最近都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 未来的Xbox会怎么样呢 好了今天的资讯就到这里 大家明天见